摸到的時候還剩摸到脈搏 雙腳跪地教授學員止血包紮 壯破台灣聯盟理事長吳一農 三年前發起後盾計畫 要讓台灣民眾在危難時刻 能有自保能力 就是這項計畫讓美國時代雜誌 將吳一農選為次世代百大 領袖人物代表之一 其實非常的驚訝 Time的編輯部 前陣子跟我聯繫的時候 他們其實跟我說 他想要肯定我們這段時間 在社區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們的專業軍警銷只占 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 那我們的工作就是讓其他百分之九十九 知道當台灣面臨重大的威脅 大規模的災難 每一個人可以做些什麼 要和所有參與計畫的成員 共享榮譽 這些教官來自於 職業警銷與醫護人員 在工作之餘 把自己的專業技能 傳授給一般大眾 因為你可能傷口只有這樣 那你不需要把它全部包起來 如果災難來臨 能做什麼就是吳一農的後盾計畫 要給社會大眾的反思 尤其中共軍演加劇 威脅無所不在 更要提醒台灣民眾危機一事 大家看到烏克蘭的狀況 過去七個月的悲劇 大家看到香港的狀況 其實我們每天 所視為理所當然的日常生活 隨時都可能被改變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 別人怎麼對待我們 可是我們可以選擇 自己做好準備 天災也是一個 我們必須做好的準備 對 時代雜誌寫道 在中國威脅建政現況之下 吳一農提供疾難救助訓練 使台灣人能應對天然 及人為災難 讓每位民眾知道 如何保護自己的社區家園 是他入選領袖人物的主因 這也是繼蔡英文 王建民 李安等人之後 中華民國再度有國民入選百大 近新聞 岳嘉寧 張浩帆 採訪報導 民心 gold 蘇維 演員 情願 警察 練吉本 提供